第21题 乘上体下列哪些方法可以增加磁性 这也算是一个记忆性 也是老师上课强调过的 要增加螺线管的磁力 我们一个方法是把它的扎速密度增加 一个方法是把我们通过的电流变大 第三个方法就是在我们的螺线管的中间插入软铁棒 因为软铁棒是磁性物质会被磁化 可以增加磁力 因此假说将软铁棒换成铜棒是不行的 因为铜棒不是磁性物质 不会被磁化 不会增加磁力 以说将单位长度内的线圈扎速加倍 这是可以的 扎速密度越大 我们产生的磁力就会越强 丙说将可变电阻从N条至N 把它从N条至N 它经过的电阻会变小 经过的电阻会变小 电流就会增加 那我们电流增加我们的磁力是可以增强的 所以呢我们的饼的方法也是可行的 因此第21题 我们说下列哪些方法可以增加磁性 我们答案选择是C 锦仪丙